下介绍马克龙已经返回了法国 他在访华的时候跟冯德莱恩一起去 当时人们认为是一个红脸一个白脸 但是看来习近平的统战还是蛮奏效的 马克龙在回国的班机上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他就说了欧洲不应介入台海的冲突 同时也说了欧洲不应该成为美国的附庸 应该保持独立保持自己的自主战略 他这个话一说在无论是法国德国还是欧盟都引起了先难大波 这就明显的好像跟中共跟习近平站在了一起 您如何评价呢 我觉得马克龙他作为这样一个法国的政治家 他现在可能对他来说比较重要 就是解决一些经济上的难题 经济上的压力 跟中国合作可以给他带来大额的订单 比如说空中客车 一下子买那么多架飞机 这一般来讲的话 很难在短期内正常的市场行为可以做到 只有像中国这样的一个权力垄断集中的这样一个专制国家可以做到 所以呢这个对他来说这次他收获满满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是非常成功达到了他的自己的目的 但是呢他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这么代价呢就是要配合中共独裁者 无论是从言论立场态度 还有这个政策对华政策方面都要做出适合让中国领导人满意的这样的一些做法 所以这样做的话给人感觉就是一种为了利益而不惜做出妥协让步 甚至是卑躬屈膝这样的一种媚态 这个是我们联想起二战之前的法国 那个时候法国也是当时的法国的政客们 他们不敢去惹怒希特勒 法西斯德国明明看到那个危险就迫在眼前 他们居然是有着严重的妥协投降主义的思想 整个欧洲都是不希望惹麻烦 不希望跟法西斯德国进行正面的对抗 但是最后得出了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我们知道二战给世界带来那么大的灾难 法国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法国这样一个国家是不适合进行战争的 到处都是艺术 到处都是这个珍藏的这些世界文明的一些遗留的东西 那经过战火这个摧毁 很多人类文明的贵宝都已经被移为废墟 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难道法国不知道现在又在 就是又形成一种新的邪恶势力吗 如果要是讲法国在继续的纵容 就有可能让中国俄罗斯朝鲜这样一些国家 再次形成邪恶轴心国集团 类似于当年的法西斯 所以说如果他这样子没有底线的做下去的话 我想他只是看眼前的利益 作为一个政客 他眼前的利益 作为这个政治家长远的 他人生的这个定位会比较糟糕 当然也许呢 他们也不去追求这些长远的目标 他就觉得短期目标就是他最重要的考量 那你没办法 另外他讲到说欧洲国家不要干预这个台海 台海危机也好 台海冲突或者是争端也好 这个说法是非常 就是说哪怕是从法国这个文明的传统来讲 都是完全不符合的 因为法国人最倡导的 倡导最多的就是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文明 自由 民主 法治 这些都是法国人几代人 几百年持续努力的 甚至上千年来 法国人都为这些东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 所以难道法国人没有这样的意识吗 那假如说法国遭受侵略的时候 旁边有些国家要劝说那些准备援助法国的国家 说不要去干预法国的事务 不要去干预法国跟那个侵略国之间的冲突 那人家会怎么看呢 假如有一天俄罗斯要攻攻占法国 要侵略法国的时候 是不是他也希望别人会用同样的这个论调来说话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不仅是政治家的短见 政客的这种短见 而且呢也是从长远来看 还是从人类的文明底线来看 他都没有遵从法国人的那些优良的传统 是非常可耻的言论 是吧 我们不论哪个国家 世界上哪个国家 无论你是政客 还是哪方面的人士 你都应该对侵略行径 进行谴责 抨击 不要去支持侵略者 不要去支持独裁者 他们迫害人类 这个是最起码的底线了 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 那你当政治家政客是干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马克龙 现在让我感觉他就是说 确实是没有底线 就是这种越来越 越来越没有底线 就是非常可耻的这种做法 这种说法 是不能够被大家所接受的 这个你要说维持现状 谁都会说那样子漂亮话 说那种场面的话 但是呢 如果要想法国的某一个部分 寻求独立的时候 那么法国会不会用另外一种态度呢 用另外一种标准的 是不是双重标准的 所以过去呢 对待了很多事情 法国这个也是有一些不同的说法的 就当年加拿大有一个 魁北克 魁北克是想闹独立 法国是支持魁北克独立的 后来是公民公爵没有通过 如果通过的话 那魁北克就成为一个 想往着法国的 这样一个加拿大的 原来是加拿大的 后来变成自己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就成为国中之国了 当然这个构想没有成功 如果成功的话 那法国是不是很愿意 看到他这样一个结果呢 至少当时很多的这个法国人 包括法国的政客 都是支持魁北克独立 所以他会不会选择双重标准呢 对不对 那现在假如说台湾要独立 而且事实上已经独立了 对吧 这个台湾做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个你要说中国大陆 非要说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 那请问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能不能自由的到台湾去旅行 能不能在台湾就业就学 就非常自由的 不要是作为外国人来对待 这个显然做不到嘛 包括公费医疗 能不能做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些常识问题嘛 你到底台湾到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你不要讲在外交场合 它是以什么名义出现的 你就是说作为普通老百姓 你怎么认知它 那你是能够很自由的到台湾 就是不要做 持外国人的证件 你就持你自己的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就可以自由进入台湾吗 这个或者讲你连这个护照都不要持 你又持一个身份证 大陆的门不是每个人都有个居民身份证吗 你拿那个居民身份证 你到台湾去定居上学 享受台湾的社会福利 能做到吗 显然做不到 另外你想参加这个台湾的军队 想在台湾当警察 能做到吗 也都做不到嘛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要用双重的标准 另外呢也不要这个太短见 那么现在马克龙这些所作所为 确实令人失望 我现在对他的这个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都不够格 这个现在从 无论是从文明世界的这个底线 还是从作为政治家的这种智慧来讲 他都不够 德国外赏啊 这个是个女性啊 他也到了中国跟秦刚进行了会晤 他的态度在台湾问题上就比较强硬 也有人说了这是欧盟啊 要要补一补啊 这个马克龙的 这种就是不良的表现 秦刚呢就说了 他说关键的台海冲突 根本性的问题 就是台独的问题 所以一个中国立场 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正是因为台独所以导致两岸关系紧张 最后可能要用武力来解决 您觉得这个观点 是不是 这荒很荒谬啊 您觉得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现在中国外交部啊 这个他们这些言论都是基于 当年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 三个联合声明 那个所谓当时作为一个西方世界 跟中国保持一个良好交往的一个基石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 要想跟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就要承认这个中美 这个联合公报所奠定的那些价值 价值观价值基础 就是一个中国啊 那么从1972年到现在 多少年过去了啊 现在至少是这个60年过去了 60年过去了 不应该是50年对吧 72年到现在应该是50年 那么50年过去了 既然50年过去了 很多情况都发生了变化 那么现在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 和他的实际的这个 做一个独立国家的这种实际的作为 已经跟那个时候大不相同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还继续的说 死抱着一个教条不放 那就不是与时俱进了 中共不是自己也是经常说 要与时俱进吗 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外交观上面 在世界的这个大的战略格局面前 发生世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还死守着这个50年前的一些教条呢 他还不但自己死守 还要希望西方也要死守这个教条 如果不守的话 就跟中国就是意思说 外交关系就没办法维持 如果拿这个作为标准来画的话 那世界上可能大半数的国家 都会被中国认为是对中国不友好 甚至是对敌对 对中国是敌对的 所以这样的一划分的话 中国就没什么朋友了 有的也只是少数穷朋友 而且穷朋友 你别以为他穷 他就一定把你当朋友 穷 你给他好处的时候 他说你是朋友 等到你什么时候不给他好处了 他可以随时说你不是他的朋友 所以这个世界上这样的例证 从七十年代到现在 六七十年代到现在 就是说已经印证了无数次了 所以我想现在他们这种做法 就是跟西方国家谈话的时候 总是以这个作为前提 那么西方国家有些政客呢 为了自己任职期间的政绩 有的时候也不得不做出退让 做一种交易 那就是说 我只要在言论上配合你一点 说我承认一个中国 那我们两国之间就可以 开展比较大范围的 经济贸易的文化的交往 这样的话呢 对双方都有利 所以过去很多西方的政客 都是有这种投机行为 这种投机行为 虽然我们也认为是 做法是不合适的 但是你没有办法 叫人做到非常的纯洁 尤其是政客 你要想让政客非常的纯洁 没有任何利益方面的考量 那也是不现实的 所以多少年来都是这样的 但是到任何一个情况 它都是有个底线 比如说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这件事情上 难道你让大家继续保持沉默吗 继续保持不干预 不说不表达意见的这种状态吗 这是不可能的 遇到大的事件的发生 那肯定大家就要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了 如果中国武力攻打台湾 那我相信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都会出于正义感 出于国际法的准则 出于一般的这种常识和理性 都会谴责中共的这样的一些做法 这种行为很可能在军事上 也会遭到联合抵制 甚至联合反击 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所以无论现在中国外交方面 给西方国家或者其他的 很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以什么样的暗示 利诱 甚至威胁 那都是无济于事 因为到关键试点的时候 这些国家会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我相信绝大多数国家 是能够经得起底线的考验 而不是说都是朝着利益 这一个方向去 没有底线的去堕落 我相信这个世界 还是有一些最基本的判断 不能够抵制